10分鐘就可以斷定這個男生 到底適不適合他 如果不適合的話就拜拜 不是 這個不能這樣講嘛 對不對 你們看我們 我們還看你們耶 對不對 其實有的時候 一個小動作 我跟你講 直接就out 我的意思是說 男女平等嘛 對不對 不要說10分鐘啦 一個小動作 起碼給人家3次的機會嘛 對不對 因為第一次約會 大家還在試探一下彼此的界線在哪裡 所以是30分鐘 一次10分鐘 幾分鐘我不知道 當然越快越好囉 好不好 那我們馬上就要來歡迎呢 我們第一次約會 都留給別方 對方良好印象的三位 歡迎 怎麼會講到別方去呢 對啊 以三位呢 哎呦 對不對 感覺沉魚若驗的 對方怎麼可能會打槍 不可能的嘛 但是我跟你一樣 我很喜歡給男人3次機會 是 對 因為第一次吃飯呢 至少要兩個小時 你會互相啊 就像會 大家先熟悉一下嘛 對不對 彼此會有好感嘛 第二次再試試看感覺有沒有 第三次就真的沒感覺 就不用再第四次了 OK 是不是 這樣三次餐夠了 夠了 但是宇柔我覺得應該 第一次都差不多了 沒有 你剛剛說什麼 陳雲若驗對不對 是 我們回去是讓你們 魂牽夢淫 哇 什麼 魂牽夢淫是應該你這套衣服 午夜12點走出來 那才叫魂牽夢 沒有 簡稱牽網魂 沒有 我們很少會被人家打槍 這不可能 你這一套出來 無敵了嘛 很難很難 對不對 韋如就是因為穿害 家必育型 對 包太多 我這次來 選席部型的 就是要包回去當老婆的 對 也是啦 所以三位的功能性各有不同 不一樣 好不好 但是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呢 我們各國的習男怎麼看 馬上來歡迎我們聯合國習男 第一組登場的是澳洲的捷克 和美國的賈斯汀 第二組則是德國的賀少俠 和瑞典的馬丁 接著是巴基斯坦的米威 和斯洛伐克的柯子培 最後是台灣代表阿布 包偉銘 到底第一次約會 該怎麼看清男人呢 包大哥 你下次可以跑跑跑 向前跑出來嘛 不行嗎 因為 跑跑跑有扣檔 我們這個一個月只能P一次 對 那你的節目又這麼紅 沒有 對不對 一出來 每次都包大哥 阿建老師又那麼賤 不是 就是他彈的鍵盤 對 很賤彈 那那個音樂一下我就情不自禁彈 我也跳 跳P下去寫來 一寫一二八天 哇 我真的不怕這一來 好不好 人啊就是不能不服 來一下嘛 來一下嘛 喂 快點啦 真的 不要 我們不會的可以了 好 向前跑 經過下橋和大島 今天彈得比較高耶 好 爸爸向前跑 目標就得不遠 不要啦 好冰火喔 完了 你下個月才能再來上這個節目 你看 又在哭了 現在痛了嗎 你要知道 雖然這是一句老話 還是要提醒各位觀眾 剛剛的表演 你看一次就少一次 你一定要去珍惜 以後呢 這個只能文物特展的時候 你看得到了 就像我們翠玉白菜一樣 不容易看到的 要排隊排兩個小時 前面加一個國力 我跟你講 但我可是不表演 首先呢 因為我們要聽聽型男的意見嘛 剛剛我們女人團已經表示過了 是 怎麼約 約人家第一次約會 這個開口是很難的嗎 真的 對不對 阿布你最有經驗 我到底該講還是不講 因為你的第一次比較多 包大哥的第一次已經漸漸淡去 喂 已經不容易 你是講一次少一次嗎 不好想 不好想 不好死 那啦 我覺得啦 以現在來講的話 我通常都是平常就要有互動 是 就是說平常就會跟他有一些 對方有一些互動 然後在聊天的過程當中 就是會用比較 進可攻退可守的方式 漂亮 就是欸 改天有空一起約個吃飯 好不好 不一定是今天也不一定是明天 然後就是一邊在聊天過程 只要是相談甚歡的話 之後要約就很容易約 所以你會用比較自然的方式 對 而且其實這個聊天的過程 都是很自然的聊天啊 意願真的很重要 對 但會不會對方也不覺得 那個是約會 會以為說 啊 大家只是隨便出去吃個飯 那很好啊 這樣反而好 這樣反而自然 你知道嗎 我常常碰到這種男人說 欸 改天 芳姐 我們來改天吃飯 改天不用 擇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吧 哦 對 通常很多男人都喜歡說 改天 改天那是一種 就是 藉口 藉口用力求化 有時候說改天其實真的不會約啦 真的 說說改天基本上是不會約 可是基本上會一直聊 應該就是會約 一直聊 對了 就像買中古車一樣 你不知道性能好不好 一定要試一次就知道 好不好 一次就讓你成主顧 巴基斯坦普遍上民風比較保守 所以他們有一個 但是有演化出一個蠻特別的 約會的方式第一次 就他們還蠻常搭公車那種東西 然後可能會 因為他們遠行的 不是每個人什麼開車什麼 有的很麻煩 然後可能你如果看到 欣宜的女生 比方說 小楊哥是我欣宜的女生 我看到她 我就會注意她上下 上下車的時候 通勤時間什麼時候 我就會開始出現 然後我們就會這樣子 梳頭髮 很奇怪 用梳頭髮來引向她注意 不要 先不用管我頭髮的長度 他們會這樣 頭髮 哇 好歐斯古 所以 我都不會用個器量 你居然還在用個器量 所以你們在巴基斯坦做空 所以隨時這邊回去把梳子就對了 對 然後那邊捲髮比較多 所以怎麼梳還是那樣 然後 學那個牧村鬥陶齋啦 裡面 女方如果注意到她梳頭髮 要給回應的時候 也不直接講 他們很奇怪 不知道是誰開炮變這樣 他們會那種 折寫號碼柱子什麼 然後折紙飛機射她這樣子 公車上可以做這麼多事 公車上只有兩個人嗎 不可能吧 這個聽起來好像是那種 沈嘉儀那個年代 已經離我離遠了 拿原子筆抽她的背 這樣子已經非常大膽在那裡 這樣子很大膽 現在的巴基斯坦 看地區 南部北部有差蠻多的 道俠呢 我也滿喜歡比較自然一點 直接一點 我會問 多直接 我可能會說 如果我已經跟那個女生是朋友了 我就會說 你可能下個週末有空嗎 我不會說你改天有空嗎 我覺得那個太模糊 我想知道她到底有沒有 指定時間 指定時間 對 指定時間 或是不會說 你下個週末要幹嘛 你不能問她說 沒事 你下個禮拜三的晚上七點五十九分 你有空嗎 這就太適合了 太遠了 這個太仔細了 可能 你是要做法會嗎 你只看時辰這樣 對 看時辰 但禮拜六要做什麼 那她可能說 還沒有計畫 我就知道 OK 我可以問她 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吃飯 不太可能 如果她就不回答 我就找她 不想看到我 通常都是女方有好感的話 她就告訴你說 我下禮拜沒事 就直接就沒事 對 如果對對方沒有什麼好感的話 通常就說 對不起 那天晚上我有事 對 那我就會說 那禮拜天呢 對 那禮拜天也不行 那下禮拜呢 那就不用再約了 都不行就不用約了 如果她一直說不行不行不行 我就說啊 算了 那我想要問你們八位 你們覺得在台灣 台灣的女生好約嗎 好約啊 好約 好約 你是回答得這麼快 要看人吧 對我來說好約 對 你好搶手啊 假設定舉了個卡卡的台詞 對 假設定為什麼不好約 因為你太幼稚嗎 對 你跟她講兩句話嗎 是你們這邊太多東西可以忙啊 在我們家那邊吃 欸 你今天要幹嘛 沒事 也不可以幹嘛啊 就沒事做啊 那就出去約會啊 那尾如呢 是 其實基本上我是不太會主動約男生吃飯 可是我覺得假借公事的謎義來約女生吃飯 這招非常的管用 這樣我自己就常常遇到有一些人會約說呢 欸 那個我們有一個廠商 可能要找你代言或找你主持 然後就會跟你講說 欸 那我們先出來先吃個飯 然後吃飯的過程當中 你就會發現他完全沒有在講 要談代言合約這件事情 就在問你說 欸 那你最近工作怎麼樣啊 住哪裡啊 這聽起來好像有卸身之痛喔